我其实有自己的广播节目 那过去这两年来 我每天都会分享我的广播节目 一个礼拜五天 那我都会写一篇短文 来浓缩我当天节目的内容 所以我很习惯在节目结束之后呢 会写大概可能两三百字吧 也不差 在脸书 脸书跟YT都会写 那我就会找我的这个助理 去把那个我的YT的留言置顶 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已经是过去两年来 每个礼拜的每一天都会做的事情了 可是其中就是有时候会 我的文章因为我都写好了 我脸书可以贴 可是同样的文章贴在YT的留言区 我的助理就是找不到 那我刚贴下去以后 我在他的面前贴 贴完以后呢 有refresh以后就没有 这个所以我已经遇过了 所以我知道我并不惊讶 但我没有办法在今天 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跟大家解读或是破解就是 到底什么东西会被封 什么东西会被消失 什么留言会不见 我没有准则 我只知道我确实有一些 有一些短文跟文章 它是会被YT给射 就是射屏蔽掉的 那倒回来看就是说 这可能要YT来告诉大家 它是不是有分 每一个阶段不同 比如说我记得在 新冠肺炎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些YT的这些 怎么讲就是广告商 他们好像就不希望 我的短片会跟疾病有关 所以当时我记得有关 COVID-19的东西都会被黄标 那或者是甚至它会被取消 可是黄标是没有办法获得广告的收益 我还是要言论自由还是要讲 可是你写了以后马上就不见 这就它可能设定在它的内台 后台的设定 只要打到这个字的时候 它直接被屏蔽掉 那这个我们不知道 我只知道说确实它会有一些东西 留言之后呢它就会消失 可是呢它或许是会变的 可能这个月是这样 下个月它那个字又取消掉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给YT的后台的工程员告诉我们 我们才会知道 到底现在目前 禁语是什么